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有人服用后却出现异常反应 不想睡觉 等到白天的时候呢 特别的买了又困 神奇药丸究竟从何而来 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小丸子里的秘密 可能都试过减肥 很多人呢都戏称这个减肥 是女人的终身事业 浙江湖州的一位董小姐呢 也是这减肥大军中的一员 为了能够减肥 她试了不少的方法 可惜呢都收效甚微 她都快要放弃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呢 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头 看到一条消息之后啊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且她这次是信心满满 甚至觉得自己 这次都不用费多的功夫 就能够立马变得苗条 那么董小姐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原来董小姐看到的是一家 叫做牛奶的美妆店的网店 这家店里头呢 在卖一种减肥神器 是一款据说能够 轻松减肥的小药丸 这就让董小姐很感兴趣了 说起网店呢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现在确实有不少人 都通过网络平台 销售各种各样的商品 打开朋友圈 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网店 不过您可能也要说了 这些网店的质量 也是参差不齐 这里边卖的东西靠谱吗 起初呢 董小姐也有过这样的顾虑 但是他跟这个网店的店主 聊过之后啊 他觉得这款减肥小药丸啊 还挺高得上的 他就是说是进口的减肥药 然后叫什么日本小丸子的 店主告诉董小姐 他们这个药丸呢 是特意从日本代购回来的 而且他们这款减肥药卖的特别好 经常卖到断货 只要是用过的人 就没有不说好的 您看看这些反馈啊 真是好评如潮 我吃了20天 瘦了12斤 5天瘦了3斤 开心死了 看来功效确实挺神奇的 董小姐当时也琢磨着 如果这个减肥药不靠谱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买呢 而且更让董小姐心动的是 这个店主说 他本人就是吃了这个减肥药 才瘦下来的 董小姐一看店主这照片 果真是又漂亮 那身材又好 要是真有这样的效果 那就太值得一试了 董小姐之前呢 可以说是饱受减肥失败的打击 现在有这么一个减肥神器 摆在他面前 您说他能不跃跃欲试吗 所以呢 他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呢 买了两瓶回来 可是没想到 才吃了几天而已 竟然就有了神奇的效果 董小姐那叫一个激动 不用节食 也不用那么辛苦的运动 吃几粒小药丸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 瘦那么多 诶 董小姐觉得这个减肥药丸 简直就是它的旧性 看来不用多久 它就能够拥有 梦想中的苗条身材了 然而继续吃了几天之后呢 董小姐却发现情况 有些不对劲了 自个儿不光是食欲变差了 而且还出现了其他的症状 吃完以后就口渴 不停的喝 很渴 喝了还是很渴 您可能要说了 这大概就是减肥药在发挥功效了 它大概就是通过控制人的这个食欲 帮助减肥吧 可是董小姐却说了 它不光是饮食变得不规律了 而且她还经常浑身无力 整个人都晕晕糊糊的 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甚至连睡觉都得要靠其他药物的帮助了 它那个失眠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我可以几个晚上睡不着 到后来我就自己买那种 镇静的就是吃了可以睡眠的那种药 吃个减肥药而已 最后竟然把人吃的这么难受 这确实不对劲 那么这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的 很多药品说明书上不是也会写吗 有人吃了可能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不会的都是小概率事件 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您可能还不知道 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里头 吃了这种小丸子的出现症状的 还不止董小姐一个人 不少服用过这款减肥药的人 既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症状 看来这可不像是副作用那么简单了 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们怀疑这款减肥药可能有问题 可是董小姐他们光顾的那家网店 还挺有名气的 如果药有问题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抢着去买呢 为了验证这款药到底有没有问题 警方立马就对这个药丸进行了鉴定 结果是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减肥丸 它也是号称是日本进口的 但是我们查不到这种产品 那我怀疑可能是假药 竟然是假药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服用之后 都没有发现 反而还夸这个药丸挺有效果 自个真的变瘦了 其实那是因为这一款减肥药里头 经过检验 它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 显示这个产品里面 含有西部曲名药物成分 西部曲名它其实是一种 中枢神经抑制剂 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意识减肥功效 但是西部曲名这种药物 意识减肥的效果 就像是饮阵止渴 短期内确实可以迅速看到效果 可是同时呢 它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 那也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呢 使用之后呢 对人体会产生十分严重的不良反应 那么它包括会引起心肌梗塞 心脏骤停 心血管 死亡等疾病 那么我们国家是在2010年 这个明令禁止 就是说西部曲名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政策 都是认定是假药的 没想到这药效还真是惊人 先别说是不是能减肥了 这搞不好都会要人命啊 感情董小姐他们之前出现的一些症状 还算是轻的 哎 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买过这种药 适应的严重性 那就可想而知了 当晚我们就立即立案 并移送公安之官 并以公安之官联合 对产品来源进行追溯 警方立马就找到了那家牛奶的美妆店 这位就是店主刘某了 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刘某竟然还觉得自个儿有些委屈 他说这些药确实是他卖的 但是他哪里知道 这药里头有什么成分的 这些药也都是他从别的地方买来的 刘某这就说了 他其实就是个中间商 转手赚钱而已 他店里的销量之所以那么好 无非是因为他用了点营销手法而已 他店里宣传的什么日本进口亲测有效 就是他所谓的营销手法了 其实都是些个虚假宣传 而他呢为了让这些假药看上去 更加的洋气一点 还耍了点别的小把戏 你这个买过来的这个药 有没有包装买 就有一个瓶子空瓶 空瓶子 那么你卖出去的包装是哪里的 是我网上自己的包装 他就是这样 把几十块钱的这个假药 卖到了几百块钱的 而当时作为消费者的董小姐呢 因为急于减肥 盲目追求减肥速度 这才被刘某的虚假宣传给忽悠了 刘某还以为自个儿是把药 转了个手而已 这件事跟他没关系 那怎么可能呢 他这行为啊早就已经触犯法律了 那么刑法修正之后 他规定只要生产销售假药 你只要实施这个行为 就构成犯罪 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刘某的网店和他的那些假药 很快就被警方给彻底端掉了 但是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当然不是 这只是一家网店而已 像这样在中间倒卖假药的 可能还不止刘某一个呢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找到这些假药的来源 那么如果找到了给刘某供货的那家店 这一切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然而这件事啊没那么简单 警方呢很快就找到了刘某说的那家给他供货的那个大连的网店 并且逮捕了两名犯罪嫌疑人 还在现场找到了大量的假药 这其中就有刘某卖的那款减肥药丸 刘某的日本代货 在这儿呢竟然又成了美国代货了 看来他们这包装呢是随心所欲的更换感情就是换汤不换药 说到这个呢我们还真得多说一句了 现在很多产品都打着国外代购的口号 很多消费者呢也是盲目追求 一看见国外代购就觉得比较高档 其实您看哈 您很可能就是被一些假包装给蒙蔽了 所以大家选购商品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多个心眼 别被商品的外表和虚假宣传给忽悠了 而说起这家网店的涉案金额呢 听过来啊您可能也会被吓一跳 他的那个营业额里面其实大量的都是这个减肥碗 那么涉及最快的都是金额有上千万 然而这家店主郭某呢竟然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说他的假药也是从别人那买来的 他和刘某一样也是个中间商 没想到这假药团伙的链条还挺长 您想想上千万的涉案金额 这还只是中间商 那他的上家还得了啊 那么他的这些假药又是从哪来的呢 那么他自己交代 他的这个减肥碗呢 又是从广州 广州一家名字叫广州汉丰美金属贸易公司购买 没想到这些跟扯猫球一样 扯出来的线是越来越多 牵进来的人也是不断的增加 看来更大的黑幕还隐藏在后头 那么这家广州的公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 胡州警方立刻就赶往广州了解了这家公司的情况 他的经营者呢 姓郑 并且很快呢 警察就找到了公司所在的位置 然而这家公司看上去嘛 却挺正规的 看起来这家公司似乎跟假药这事扯不上关系 然而您就有所不知了 这家公司只是表面正规而已 因为就在这时候警方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这家公司的网站上面 他那个东西 看着是不是丁页手啊 没错 这些红白药丸就是之前刘某和郭某等人卖的那种假减肥药 但是这家公司卖的药丸啊 竟然还不止这一种 其他五颜六色的药丸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难道这里就是假药的源头吗 然而警方却很快发现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 根本就不具备生产制作假药的条件 难道这家公司也是个中间商 就在警方对这家公司进行监视的时候 一辆货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刚才我们说到警方顺藤摸瓜 找到了广州的一家公司 虽然这家公司表面看起来挺正规的 但是警方却在公司网站上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 那上面除了之前那几家网店卖的减肥利器 红白药丸 还有其他各种五颜六色的小丸子 就在警方继续追查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一辆货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长安的货车 基本上隔个一两天 就是这一辆车这个驾驶员过来送货 为了进一步追查这个减肥状的来源 就是能跟踪这个货车 警方一路追踪 顺藤摸瓜竟然又摸出了另一家叫做卓贤商贸的公司 这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洛莫 他跟郑某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 因为郑某公司卖的假药都是来自于洛莫 假药源头的谜团依然没有解开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找到了洛莫 现在离假药的源头那是越来越近了 大连货卖的那个减肥药来自于郑兴川 郑兴川这个减肥药来自于洛莫化 这个是确认不误的 从湖州到大连再从大连到广州 没想到这个假药团伙的覆盖面还真的是挺广的 整个过程都是缓缓紧扣 拆了一环竟然还有一环 不过你也别着急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 那就是重要的转折点了 原来警方发现那辆运送假药的大货车 竟然频繁出入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且这地方还挺特殊 跟之前警方顺藤摸瓜追踪到的网店公司都不同 这次竟然是个大院子 而这个院子的地理 为什么呢 就更让警方觉得这里头大有猫腻了 那个地方呢 也比较秘密 不大容易接近观察 因为它在一个大的院子里面 如此隐秘封闭的院子 外人根本就无法靠近 警方呢只好转换思路 俗话说 站的高看的远呢 警方立马带着挣扎设备就来到了院子附近的一座高楼里 果然院子里的情况尽收严厉 这么看来这院子很可能就是生产制造假药的窝点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走进了警方的视野 是一名中年女子 她在这个院子里可以随意走动 而且进出的次数还十分频繁 警方这就怀疑了这名女子可能是关键人物 调查之后发现 这个女的姓龙 以前在一家大型制药厂工作过 在这个假药团伙里头 她还是关键的一环 龙某是配药师 她是搞这个行业的 以前是一个药技师 假药配方就是出自这个龙某之手了 没想到她以前还是个专业人士 不过虽然同样是配药 但是现在的性质却完全不一样了 她以前是配药救人 现在却是配药害人 然而这个假药团伙呢 还十分狡猾 环节也非常多 他们的窝点竟然还不止一个 警方又在丛化市的一个隐蔽的村庄里 找到了另一个包装窝点 抓捕时机成熟了 2015年7月14号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之下 浙江省胡州市公安局联合广东警方 终于对这个生产销售假药的团伙 展开了抓捕 生产制作假药的窝点里头 景象让人很震惊 在一个小做法里头一粒粒的药丸 不断地在所有机器里头生产出来 再全部汇集到一个破旧的水桶里 这样脏了差的环境 就连龙某自个儿都不愿意多看起眼 说起这小做法 龙某也是满脸的嫌弃 您听着他这话说的 感情这些药不是他自个儿用的 别人的生命健康似乎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歹他以前也是个专业人士 现在做出这样的事不光是没有职业道德 连最基本的道德都没有了 而至于他们另一个包装窝点 那景象也是让人吃惊 警方查抄的时候 工人们还在对那些假药进行包装 那些假药丸就是在这里被改头换面 摇身一变成了各种所谓高大上的药品 最终流向了消费者的手里 我们用这个打火机去烫这么几个英文字母 这几个英文字母它立刻就消失了 然后停止过一段之后 这几个英文字母又会重新显现 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尾标示的话 就是说对消费者极具欺骗性 让消费者误以为我这个买的就是一个正品 从而上当受骗 这些包装让警方都感觉到很惊讶 他们怎么会做出如此一假论真的包装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那是因为这个假药团伙里头 有不少曾经都是行家 其实除了那位配药的龙某 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个洛某 他也曾经是个专业人士 原来这个洛某呢 以前也是一家药品公司的销售人员 所以对药品是相当熟悉 也懂得不少门道 他说他在跑业务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有很多女性都急于快速减肥 而且有些人还会通过网络买减肥产品 于是他才找来了有配药经验的龙某 走上了这条制售假药的外路 用自个的专业知识去做假药害人 这简直就是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但是例子当头 他们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最后还真赚起了这样的黑心钱 最后警方彻底端掉了这个假药团伙 一共抓获这个团伙成员20多人 各个窝点 共有几十名参与生产的工人 虽然这个假药团伙的链条之长 成员之多让人惊讶 但真正让人震惊的 却是查获的假药数量 那么我们大致带回来150吨左右的这么个体积体验的东西 用货车拉回来的 150吨 一粒药丸才多的重量 这假药团伙那得生产 多少假药才会达到这么巨大的重量 警方最后动用了四辆大货车 才把这些假药带了回去 这些假药竟然整整塞满了一个大型仓库 而这个假药团伙的涉案金额之大 竟然达到了数十亿以上 它是0.15到0.3这么个价格一粒 翻50到100倍卖给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讲的像是数十亿以上 如此巨大的涉案金额 他们的结局那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这个假药团伙最终是被警方给捣毁了 不然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消费者被他们给坑害了 其实减肥没有捷径可走 靠的就是持之以恒 吃几粒药丸就能变苗头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我们一定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很多消费者可能就是因为急于求成 就上了不法分子的当 当然了为了打击这类犯罪 公安部门也展开了很多专项整治工作 不过作为消费者我们也不能太大意 相关的专家说了正规药品都会向国家食药监部门申请一个注册的许可 所以我们购买药品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一定要去正规渠道 不要盲目相信什么代购 一旦发现可能买到了假药 那就要赶紧向这个药监部门举报 只有这样多管齐下 才能够彻底了断假药团伙的财路 让他们无力可图 最终让假药无处遁形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